我有一个朋友叫妙峰啊 我们一块去过沙山学校 去沙山去纪念毛主席 后来我这个朋友得重病去世了 去年的事 想到这事就很难过 在沙山学校的时候看到 毛主席给沙山学校的提字 我今天看到沙山学校这几个字 我又想起来 妙峰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国心的企业家 做了大量的公益的事情 那次我们就是到沙山去做慈善的 给当地捐款 到学校里提供冬季取暖设备 我在湖南卫视工作过 冬天的时候 如果没暖气是很难熬的 学校里面小小朋友手都冻得红红的 他在给那个整个学校里面 都装上最新的暖气版 沙山学校这几个字 是毛主席见过之后提的 楷书作品 从书八教的来说 你认为什么特点 那是个小学校 但是毛主席没有写小学校 直接写了沙山学校 而且这幅字毛主席写过两幅 第一幅用草书写 写完之后呢 主席认为给小学生写 小学生不见得认识草书 这不利小孩子生长 后来主席有一凯题写了第二幅 就是这几个字 韶山学校 你原来小学生可以有中学生啊 现在初中高中都有了 所以你看主席有远见 他从学校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 一劳永逸 他这幅字你看 以凯入行 就是用他的行术解体 但是用凯书的笔法写成 四成一格 别具特色 这个韶山学校是1921年 党成立那年 毛主席提议 韶山学校的前身 是毛主席他们家的毛氏族校 这很多人不知道吧 就毛家的这个族群的孩子在这读书 1921年毛主席参加一大嘛 然后把这改成韶山学校 但这几个字呢 是建国之后毛主席写的 说起韶山学校前身是毛氏族校 闹革命的时候 这地方就变成了农民夜校 毛主席和夫人杨开会 创办中国最早的农民夜校 干嘛革命啊波洒革命火种 后来1953年 这建国了嘛 毛主席亲自命名亲自提名 更名为韶山学校 我记得那年去的时候 韶山学校领导就给我们介绍说 有两万多名学子从这走上了社会的舞台 现在发展成为拥有3000多个学位的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学段的综合性学校 大家都记得毛主席为刘沪兰写的提词 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 这是凯书 准确的说凯行书 毛主席为刘沪兰的精神所感动 提词八个字 高度概括了刘沪兰小英雄 短暂的一生 给这个小巧的革命者以至高无上的评价 何继州先生说 毛主席呢也是给刘沪兰提词写了两个 第一幅呢不知道是哪个工作人员不小心给丢了 找不着了 你说还有这事 毛主席又不写了一幅 这幅提词正文八个字 指两个字用形术 而且比较小 其余六字 生死伟大光荣字都很大 说明毛主席对少年共产党人 对革命者高度的赞美之情 落款啊非常罕见的 有四个字 毛泽东提 在这我跟各位说 有没有人在毛主席的提词当中 能够找到毛泽东 除了给刘沪兰提词以外 还有谁能找到毛主席的提词 后边写毛泽东提 有没有够 你要找到你告诉我一声 你扣一 告诉我 我是没有查到 据何继州先生说 这种落款非常罕见 说明这个胡兰子 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 在毛主席心中 有崇高的地位 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 说到毛主席 说到毛主席 那个年代的共产党人的形象 说到共产党 早年间那些革命的事迹 说到老一笔无产级 革命家的高峰亮节 我们很多人 反正我自己有这种感觉 我常常觉得一种 我们被崇高感所感动 革命的崇高感 巨大的道德的感召力 这个东西是无数的年轻人加入共产党 为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非常重要的一面 如果人生来 每个人就是为自己 人为财死 鸟为死亡 那可不就是一群狼心狗肺吗 那能不层出不穷的出贪官吗 那共产党员的气味还有吗 所以在毛主席一生当中 精怀坦白忠诚坚决的共产党人的伟大的道德感召力 这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崇拜毛主席 热爱毛主席 怀念毛主席 见到那帮口眼外邪的人诋毁毛主席 尤其到毛主席的大日子 9月9号、12月26号诋毁毛主席的那帮人 心里过不去的重要的原因 这期节目就说到这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斯巴南 再见